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呢 当然 四美元币 谢谢大家 好了 教学换机 这种魔术要怎么做呢 首先你需要一副铺设牌 这个铺设牌是没有用的 你可以让观众随便洗牌 随便切牌都没有问题 完全随你喜好了 你可以让它洗牌 然后呢 你还需要用到四张铺设牌 好 记住这个铺设牌正面是不能有小黄度的 好 然后呢 还需要用到四张银币 然后放到脚这里 你可以用任何种你喜欢的方法 把四张银币变出来都是可以 接下来的手法是这个样子的 在你盖铺设牌的时候 瞬间拿走一枚银币 好 像这样 其实呢 这个手已经拿走了 然后放到这里了 其实这里有两枚 对不对 这里有一枚 然后呢 这里是没有的 接下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起铺设牌和银币 拿起铺设牌 当然告诉观众说 我要把这枚银币从这里移动到这里了 然后盖回去 这两个一起盖回去 然后拿起这个铺设牌和银币 拿起这张铺设牌 当然就会转移过来 这个时候 在观众眼睛看这里的时候 你需要瞬间把你 你左手的银币移到右手来 然后呢 银币和银币盖回去 这张铺设牌放回去 这边一样 拿铺设牌和银币 拿铺设牌 一样 左手低右手 好 重新盖回去 当然呢 这里 你可以跟观众说 假拿一下 然后放回去 当然呢 这个银币就会消失 这里呢就会出现四枚银币 好 这段呢就是 四臂归一的魔术教学 如果大家学会的话呢 给关注一波点个赞 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